近年来,越南的改革成效明显,GDP连续多年,保持6%左右的增长率,已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制一。 经济的持续增长,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协助增加,军备不断增长,越南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也正在加速。 进入21世纪,越南进口了许多先进装备,恐军从俄罗斯进口了S-1U30、S-U27、米格29等先进战斗机,以及S-300防空系统,重引进了防空雷达系统。 海军则从俄罗斯进口了基洛级潜艇,猎豹3.9级护卫舰,并从2007年期开始在本国,造船厂自行建造了10艘额制闪电及导弹宽艇。 然而有着传奇战士的陆军,却一直没有明显改善,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,还一直停留在上世界60年代。 主战坦克主要有T-34型45辆,T-5455型850辆,T-62型220辆,1983-86年间。 从苏联进口,中国援助的59型坦克350辆,P-T-76型300辆。 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,获得了一批二手T-72,在战斗力也非常有限。 越南对陆军装备的不在乎是尤其地理和历史原因的,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,地形狭长,地势西高东低,境内四分之三为山地壳,平原地带也是河流密布。 整年雨量大,湿度高,地形地貌以及气候都不适合重型机械部队作战,更适合不兵分队的游击作战,三个世纪。 越南靠着自然条件的险恶,还有中苏等国的支援,曾经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军,都深陷战争泥沼。 所以,越南人对重型陆军武器的不重视就可想而知了。 然而,再不重视也要解决陆军火力严重不足,和主战坦克老化的问题。 于是,越南又忍痛花费了2.5亿美元,向俄罗斯订购了64辆T90S和T90SK,据称是由俄罗斯提供贷款。 消息传出就有越南媒体报道,这批坦克,可能将被装备部署在中越边境地区,T90虽然总体性能上比不上物美产品, 但其可靠性经过了叙利亚战场的检验,T90近年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很受欢迎的。 首批32辆额制T90S型主战坦克,于12月27月抵达越南,进入越南陆军服役。 越南陆军终于获得了一款第三代主战坦克,大大提升了战斗力。 可以说,越南的军力提升,与越南经济发展,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提升密不可分。 近年来,尽管越南加强了与西方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,从美国、欧洲、以色列、日本都购买了不少先进装备, 但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,俄罗斯还是其最可靠的武器供应商。 据称,越南对S-BO35战斗机和S-400地空导弹系统都很感兴趣,俄罗斯则对越南有求必应,有了俄罗斯的权力支援。 再加上西方国家也对越南敞开军火市场,越南军队的装备水平还将有很大提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